電影人物中退休生活大曬日光浴現下不少人 不過北市大市政管理學院最新調查 4成老年人口和退休金不夠用 更慘的是還有2成5的人根本沒有退休金 調查中更發現7成8的老年人口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大 近1成的銀法族還在就業就怕經濟負擔太沉重 25.1%的老年人覺得要再存499萬以上才能安心退休 我覺得退休金應該在5萬塊左右吧每個月 現金啦至少我認為要有100萬在手上 另外再加上一下醫療保險 那他可能會有一些比方我們請看護的費用 我覺得加起來應該是夠的 不過也有近5成銀法族說 對台灣經濟發展和目前競爭力都沒信心 錢難賺民眾最有感 不是很好除非我覺得我們政府有所改變 我的看法是正面的啦 台灣應該還是會越來越好吧 對景氣看法兩極 主祭處17日也報喜 2018年前10個月國民實質薪資所得超過49000元 史上領最多 但民眾依舊無感 孫明德就說大環境下有四個薪資結構不均 像是薪資北高於南 中小企業不及大企業 科技業由於傳產業 製造業也高於服務業 就怕政府拿出辦法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今週有下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